中国055大型驱逐舰首舰曝光 美媒称 055或成为最强水面作战舰艇 火力不输美舰 中国海军对055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升级 055型驱逐舰问事后 为何令美国如此紧张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中国055驱逐舰火力不输美舰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日前中国海军055大型驱逐舰 首舰的首个清晰航拍画面曝光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这艘军舰至少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可以任意组合配备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以及对陆攻击导弹 与美国海军的提康多勒加急巡洋舰的 载弹量相当 而且可能超过了太平洋地区 其他任何水面舰艇的获利 那么美国为何紧张中国军力的发展 而055驱逐舰的发展 又会给美军带来哪些方面的压力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实践大学的赖岳千教授您好 张长好 徐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军事专家徐光宇先生欢迎 张长好 赖先生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美国媒体对于中国055舰的相关评论 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报道 055型驱逐舰问世后 中国单艘战舰的火力已经赶上或超过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强国 中国海军055大型驱逐舰至少拥有一百一十二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 可以任意组合配备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对陆攻击导弹 这与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载弹量相当 也超过了太平洋地区其他任何水面舰艇火力 报道还称这艘新驱逐舰最早将于2018年入役 此前就有美国媒体称 05导弹地区最强大也是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 其大小仅次于海军的平台类战舰 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大的防空舰 说到我们的055弯顿大区确实格外的关注 那么外媒除了评价它吨位大之外 那么特别还提到它的火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比如刚才美媒提到说 我们的055舰它的火力是已经赶上 或者是超过了太平洋地区其他任何水面舰艇的火力 成为了亚洲最强健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从它这个评价来讲应该这样讲 我个人认为是基本属实 但有所夸张 这样的 为什么说基本属实呢 因为我们的火力的确强大 它有最典型的就是垂直发射系统 有112个发射管 这在世界上来讲 在导弹驱逐舰里面来讲 属于前列的 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阿里布克和日本的爱荡地 俄罗斯的导弹驱逐舰 印度的导弹驱逐舰 全都超过了 美国的和日本的最多的才96发 我们112发 所以它这么一比 当然感觉了我们是超过了 赶上而且超过了 所以这里基本属实呢 这方面是 是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觉得稍有夸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法说的不科学 不准确 所以超过太平洋地区 任何水面舰艇 那怎么行 水面舰艇的概念是什么 大的了 水面舰艇除了舰艇以外 都是在水面上 就都叫水面舰艇 把艇去掉 小的那些炮艇去掉 那最大的舰艇呢 有航母 直升机航母 两栖作战舰艇 巡洋舰 导弹驱逐舰 这地前途还有五类 你说我们超过了 任何一个水面舰艇 这就没法比 首先航母怎么跟导弹驱逐舰艇比 功能不一样 两栖舰也不能跟055导弹驱逐舰比 所以不同功能的舰艇 是不能比的 所以这个第一是不科学 第二个不科学在哪里 就是它漏下了 还有一些比 我们的055更大的 火力更强的 一些水面舰艇 两个 第一 巡洋舰 美国的提港 德罗加这个巡洋舰 它是122个发射管 我们这是112 这是一个巡洋舰 俄罗斯的巡洋舰 别忘了 它是核动类的 导弹巡洋舰 是吧 是26000多吨 上面的发射管 多少呢 200多 所以你把巡洋舰给漏掉了 所以这个就不科学 也是不科学的 还有就是韩国的失踪大王号 它是导弹提出舰 可是特别大 它这个东部要大到了13500吨 我们的这个055呢 按照一般外媒透露的 是可能要大到12000吨 那东尾不如人家 这是一 第二 它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多少 128 128 我们112 所以中国起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它基本属实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威力 火力的这个水平 的提升 的确已经超过了一些 美国 日本这样的 俄罗斯 印度 这是属实的 不属实的 就是它有点夸张了 性能提升确实 使我们具有这个 过人的独特的优势 但是不可否认 像外媒所炒作的这种成分 也是比较多的 之前也有人 拿我们这个055驱逐舰 和美国的中武威尔特级舰 还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做比较 那赖教授 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待 这几型舰艇之间 比如说它的载弹量 隐身性能 等等各方面性能 提康德罗加 就是属于巡洋舰的功能 可是巡洋舰 是在二十大战的时候的海军 它是重要的 主力的水面舰队 可是二十大战之后 随着航母的运用越来越广 我们看到这个舰载机的 攻击力是往外延伸的 因此这个具有 大吨位的巡洋舰 它本身可以由暗轰 也就是由水面 来对于路上进行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基本上就被逐渐的 就被这个航母所取代 因此这些巡洋舰的功能 在往下降 那么慢慢的就转向成为 这个导弹驱逐舰 所以如果它把这个055 跟提康德罗加来比的话 这个就不太好比了 因为这个055 它是导弹驱逐舰 它不是这个巡洋舰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也把巡洋舰 就是提康德罗加 也把它改装成为一个神盾舰 但是由于它们的年龄太老了 它们都是在1985年代左右 那个下水的 那它的寿命大概是在35年左右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一般来讲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 它们几乎全部都要除役了 因此它们现在进行延售 第二个进行这个武力的升级 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个要花不少钱 这就是美国很担心的原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们一导弹驱逐舰 新一代的导弹驱逐舰来看的话 那么朱姆沃尔特号 就是一个指标性的 不过因为它的制造能力 那么有点点问题了 目前就有三艘 也就是说一艘服役 一艘下水 另外一艘再见 那也就是这样的情形下 费用又很高 但是它的马力却又不如055 也就是说它的马力 大概是4万匹马力 而动55 它本身的马力 可以高达15万匹马力 所以续航性很强 而且速度很快 可以到32节 朱姆沃尔特号只有30节 所以它速度比较慢 续航力比较差 而且它本身的垂直发射价 又比055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导弹驱逐舰来说 055似乎又有一些部分里面 又优于朱姆沃尔特号 特别是在雷达系统 因为这个055的雷达系统 是双坡段的雷达系统 所以对于隐身的扫描 它的能力比较大 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 不只是扫描的能力 而且是电子控制 就是我们讲的火控系统的能力 也比较强的情况下 再加上它是垂直发射的通用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做防空 反舰 反潜 而且还可以做巡异的 岸上的对陆地上的目标 进行攻击 也就是如此 是055在国外的眼中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水面上 非常强大的武装力量 现在外媒炒作说 我们的055舰是水面最强的 火力的水面舰艇 那么其他刚才您提到 可能水面舰艇大概分为五类 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 您认为我们的055舰 除了它的吨位大 载弹量大 这些优势之外 还有哪些优势 那么除了优势之外 我们的短板又在哪里 我们的055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非常的适用 我认为 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海军发展战略 就是我们海军发展战略 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点变化了 就不关于是近海的问题 而且有个远海护卫的问题 是这样的 那么远海护卫的问题 就需要更大吨位的 吨位要大一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搞到055的 这样的一个岛区呢 就能够配合航母 能够发展是单独的组成一个特魂舰队 到远海去执行护航任务 都可以 是吧 所以呢 这样呢 我们国家呢 是作为055来讲 符合我们国家的海军 发展战略的这种思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扩大了我们海军的互动半径 和互动的地区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它的非常大的优点 这个火力也比较强盛 而且是多功能 它对空 反舰 对潜 对地 都能干 是吧 它这个发射管呢 这是多功能的 如果我们下面要想 说是劣势的话 我个人觉得主要是 有没有什么 还值得改进的方面 那当然还是有的 我想呢 在这三个方面 还可以更好地 来考虑改进的问题 比如第一 首先是动力 我们是全燃 是吧 燃气机 将来会不会是全电队的 全这个电动式的 是吧 或者甚至于核动力的 这都完全可能的 但反应对小型化 是吧 做得更好一点 那么我们的马力就更强 续航力就更强了 所以我们的05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至于在火力上 更是这样 如果我们装的上面 虽然有这么多 112个发射管 如果发射管地方的东西 质量提升 不就更好吗 比如 反倒 打得更高 打得更远 是吧 发射凶号打弹 也是打得更远 威力更大 反击导弹也是这样 那么整个052的功能 也会提升 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 作为055来讲 还需要 它的雷达电子系统 整个的系统作战的 这个方面 还有大大的提升的空间 因为不能广靠 一艘两艘军舰 你要跟天上 跟空间的卫星 跟陆地 跟飞机 跟潜艇 互相之间 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信息方面 能够 信息链 非常通畅 能够形成一个系统作战 让它成为 系统作战里面的 一个非常核心的 一个主角 是吧 像这个 还有大大改进的余地 如果再要做改进余地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将来 一定要形成一定的规模 就在质量上搭档了 单手的质量搭档以后 这个 就是靠一个球员 那是不行的 你得要11个球员 踢足球一下 大家都很强 这才行 而且要形成规模 因此 我们055的话 就不是一手两手的问题 而是7 8 9 10 甚至于20手的问题 这样就厉害了 美媒热衷炒作 中国军力发展 称055驱逐舰 火力不输美舰 055战力究竟如何 能否成为最强的 水面作战舰艇 中国军事实力不断提升 与美国之间 还有哪些差距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那说到这个055舰 我们知道 中国的航母发展 也是非常迅速的 而未来 这个055呢 也是必要编入 这个航母编队当中 那么在这个航母编队当中 您认为 我们的万吨大区 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同时对于中国海军 整体的战力 会有怎样的一个提升 我想最起码起到两个作用 类似于美国的航母战斗艇 它往往都是利用巡洋舰 扮演两个角色 第一 整个航母战斗群里面的指挥 就整个这个群 如何系统动作 因为航母 它的主要的功能是舰载机 是舰载机 它是受大家保护 大家的系统 帮它发挥它的舰载机的功能 所以整个舰队的指挥 必须要落在一艘重要的一艘军舰上 那么这个美国人是用新舰舰 来戴的 来解决这个决策 我们中国完全可以用055 所以055呢 完全可以在航母 这个作战战斗群中间 担任一个指挥舰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功能 它可以作为 整个航母这个群里面的 护航舰队的主力骨干 因为它的火力非常猛 防空导弹 反舰 反潜 它的感知能力非常强 另外它的攻击能力又非常强 所以它可以担任 第二个角色 非常重要的就是 它的护航的主角 所以我觉得将来 留了055以后 可以解决我们国家 航母战斗群 出远海的时候 就非常安全 这个航母周边有 两船舟055的导弹推出舰 还有45舟 56舟052的 再加上护卫舰 水下又有潜艇 我们整个航母战斗群 就能够比较安全 而且它能够提高很强的 自我防卫的能力 和威慑能力 和攻击能力 就是护卫加指挥 双重的责任在间 看来是责任重大 我们说到这几年 国外媒体 特别是美国媒体 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战力的发展 刚才徐先生也介绍了 虽然有事实的部分 但是可能更大的是在夸大和炒作 中国军力的提升 而且说这种提升 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但是在炒作的同时 我们看到美军自身 也在加紧战力的提升 所以赖教授 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两手做法 那么您认为 中国海军战力的提升 真的威胁到了美国吗 中国海军战力的提升 当然没有威胁到美国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它在过去把整个太平洋 都看成是它家的内海 但是今天中国的舰队 已经开始离开沿岸 已经开始穿出岛链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当这个辽宁号的航母 那第二艘已经下水了 目前在西装 那未来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当这些大动位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航母的奶妈 那么都跟着走出去的时候 航母就不会只是在 东海还有南海里面来游走 航母就要往更远的地方走 这个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已经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几十年来 都是美国人在使用的太平洋 这个盆地 现在开始有中国的航母战斗群 也已经进来了 而且都是很鲜的 都是很现代化的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内心里面是非常的不适自卫 也就是如此 他就把中国视为威胁 其实中国没有想要 威胁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也是一样要保护 自己的海洋生命线的安全 就跟美国要保护 自己的国家利益 是一模一样的理念 但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可以保护 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别人不可以 我们持平很客观地来说 中国大陆的武器的发展 还有制造的能力 确实不是走美国后面的路 就拿我们刚刚所讲的 林伍伍伍好了 中国的制造能力 一次可以见四艘 可是美国的 我们朱姆沃尔特号 就没有办法这样 他一艘一艘的舰 中国确实一次可以见四艘 第二个 美国人说 我要把朱姆沃尔特号 尽量全自动化 所以他的舰上服务的人 就一百多人 可是中国不会走美国人的路 为什么 因为你越是全自动化 你在战场中 你的自动化出了故障的话 你的整个舰就抛锚了 因为事实上 朱姆沃尔特号 就是在抛锚了 他动力失去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追求这种时尚 不见得是好的 所以我们不会走 美国人的这个路 我们从这个角度 就可以知道 美国人内心里面的慌乱 或是紧张 就是因为他知道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时间越走一步 那么接近美国的代差 就越来越小 尽管美国不断地炒作 说中国现在海军势力 如何强 又有了什么最强水面舰艇等等 那么您如何看待 目前中美两国海军 实际的这种差距 那么为了弥补我们的这种短板 未来我们又应该 向哪些方面去努力 我想这个中美之间的海军力量的 对比的状况 恐怕明眼人都很明白 是吧 从不能从硬件 从软件 从这个人员素质 从作战经验 方方面面来讲 中国的海军应该说 我们在强大的过程中间 仍然处于一个 比较这个初级的一个阶段 我们在和美国相比的时候 不仅在坚定数量上 和品种 种类上 比这个美国要差 数量要少得多 是吧 原因 非常重要的原因 前一次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有双方的战略思想不一样 美国是个全球战略 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没有这种战略需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中国的海军 并不是追求单纯的在数量上 规模上和美国来拉拼 是吧 是这样的 美国人害怕 美国人担心 他担心的问题 不是说你的数量规模会升得多大 他认为你就不该有 航母就我有才行 你有 不行 为什么 你有 对我 我就觉得是挑战了 是吧 我有核潜艇 你不能有 你有 人家就对我就挑战 它是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没有办法 中国肯定要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 那么至于你 是不是敢在挑战啊 是不是敢在焦虑呢 是吧 恐惧 那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的事情 我这边表现的并没有像 把你丫头 尊重了你的霸权的地位 我不是这个目的 我的目的是很有限的 就是说维护我自己的力量 维护我自己的权利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海军 在追求的将来的建设过程中间 首先第一 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 搞扩军备战那样 搞那么大的规模的海军 增加国内经济大量的负担 另外周边的大家都害怕 是吧 我们不是这个方向 这个目的 第二个呢 就是在质量上 对不起 我是不会落下的 我绝对会千方百计 在质量上不亚于你 甚至于超过你 质量上没办法 它起的作用是一种防御性 维持的作用 就反过这样 说到底 中国的军力 无论如何发展 都不是为了全球争霸 而是为了区域和平 和更好的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和分析 谢谢赖教授 谢谢商城 许先生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许先生 谢谢商城 谢谢赖先生 大家再见 最后也感谢大家收看